不仅让参加节目的选手交苦不迭 昔日和他谈恋爱的女星们 也都是个个颇有微子 他的第一位女友是少氏女星余安安 两人在还未成年时就谈起了恋爱 确定关系时尔东升16岁 而余安安只有14岁 演古装剧 而且呢他的演技也自然流畅 在同龄女星中可圈可点 两人的恋情呢 足足维持了8年 但余安安却选择了分手 原因是尔东升特别的痴迷赛车 这项爱好呢不仅危险 而且十分的烧钱 因此呢余安安激烈反对 尔东升再说 但却被尔东升回对了一句 女人家不要多管闲事 被尔东升的大战兹主义重伤后啊 余安安于1983年火速呢 嫁给了周润发 不过这一段带着赌气性质的婚姻呢 也不长久 1984年两人就离婚了 尔东升呢 后来又和娱乐圈中的才女战敌秦拍拖 两人长得都是人高马大类型 在一起十分的登对 但私下两人却是天天吵架 尔东升好胜 战敌秦呢也不服输 虽然这段感情草草了事 但是啊尔东升的大男子主义的名声 却开始在圈中传开 在拍拖初期 有人问张曼玉 是否介意尔东升的大男子主义 被幸福冲昏头脑的他直言绝不介意 张曼玉呢还支持尔东升去赛车 陪他一起去参加比赛 但是呢随着相处时间的长久 两人呢开始一次次的吵架 相练三年后最终分手 三位女友都与大男子主义 为理由分手 让尔东升很不高兴 虽然他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大男人 但是啊连接的分手 的确让他颇受打击 不过正因为如此 尔东升啊 画悲愤为力气 转型为导演 拍摄了《心不了情》等经典作品 齐身卖座导演行列 好了